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問了兒子連勝文的選情 炮轟柯文哲家族曾經在日據時代為觀 還標出了混蛋的說法 在政壇掀起波蘭 國民黨中常委邱富生在臉書上PO文 直言選舉讓人瘋狂 他問連戰我們如何再尊敬你 但連勝文總部總幹事呢就PO文來反擊 暗批邱富生是國民黨內的汪經緯 連勝文 愛子欣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天天替兒子輔選 沒攝影機的當下這番話震撼政壇 他是官二代或是官三代我不知道 但是是個日本官 他們也是改名換姓的皇民化的子弟 假如我們記錯的話 好像叫什麼青山什麼郎 青山文哲 現在變成我要選我們台北市的市長 現在用來他是平民老子是權貴 這叫做混蛋 連戰地兒子催票火力開到Turbo 挑動藍綠敏感神經 但混蛋一詞實在不好聽 讓黨內人士也尷尬 是選得太心急了 我不太清楚他講這些話的背景怎麼樣 所以我無從無反應 王金平無言以對 國民黨中常委邱富生在臉書PO文說 原來選舉是毒品 可讓人瘋狂 要我們怎麼再尊敬你連爺爺 邱富生在留言中闡述 五年前連勝文槍傷 連戰在總統府前的演說 讓他感動落淚 五年後選舉告急 談話卻讓他不相信是出自同一個人之口 還問連戰值得嗎 連勝文競選總幹事蔡振元 隨即在臉書上按批邱富生 猶如國民黨內的汪精衛 混蛋說要煽動藍綠 但隨即抽樣卷春居民 效果卻未如預期 不要搬出去罵人 讓人搬印象 真的不要這樣子 吵得太厲害也不好 我感覺這樣 大家就看他這樣子 就一定會支持他 不要再吵 林戰辦公室主任丁遠超解釋 過去陳水扁 承用土狗貴賓狗分化族群 如今柯文哲又用權貴 平民來區分 連戰罵的是選舉手法 而非柯文哲本人 記者綜合報導